为什么这就是佛号念不好 念了几十年了 还有杂念在里头 还有妄想夹杂 什么原因 没放下了 为什么没放下呢 没看破 对于四十真相 不清楚 虽然依照今天也会讲 讲得头头是道 劝别人放下 自己没放下 所以很难影响别人 别人看看 你讲教育我放下 你自己没放下 他有怀疑 不单对你怀疑 对整个佛教怀疑 这问题很重 是念佛人 慈云灌顶法师 他有一本 大师之菩萨 连同章的 读解 那我过去讲 袁同章 就是参考 用他这个本子来讲 末后 最后的一页 他提出 念佛 一百种不同的国报 第一种 无间地狱 我当时看到这个 大祸不解 念佛是好事情 怎么会度无间地狱 我拿着这个本子 去问李老师 李老师也看 这大问题 我不跟你讲 我讲经的时候 给大家讲 什么原因 拿着念佛的招牌 打着招牌 召集一些人 建一个道场 自己 完全搞明文理 那对念佛往生 没有信心 没有怨心 他完全是在搞明力 这样的心 心 念佛 多无间地狱 偷一条 所以 念佛功夫 能不能得力 能不能得真实利益 完全在 用心 用什么心 放下 你能不能放下了 放下明文理养啊 放下其情无欲 念佛堂的堂图 一句 口头诈 常常 念在口里 劝导大众 放下身心世界 那也就是 应光大众 在文朝里 成熟的 放下六尘 放下六根 放下六实 那为什么 这些东西 不是真的 全是假的 这三句话的范围 包括了整个宇宙 那我们佛门所说的 六到十八节 十八节 那这个东西 真能放下 好啊 这也放下了 人就是 大吃大物 鸣心 尖心 尖心 成佛了 我们下屏 肉 吃大物 吃大物 督子